今天跟大家讲的故事是 And then the seed grew 然后粒种子长大了 作者和画画都是Marian Duberg 从前有一个花园 里面有很多植物和花 还住了很多生物 有些住在地面 地面就好像Mr. Norm和Little Jack 而地底就住了土拨鼠Yvonne 还有田鼠一家 然后有幽隐Polly和蚂蚁Colette 他们每个都生活得很写意 直至有一天 有一个早上突然之间 有些东西在天空那里跌了下来 起初都没人留意到 除了这种Jack 因为在天空下跌下来的东西 做了他的帽子 原来是一粒种子 没多久 一粒种子就开始发芽了 种子裂开 伸了一条很小的根出来 而在地底 好像有人不是很开心 你看一下Cornell 原来这条根 阻止了他回家 如果他们要准时回家喝茶的话 就要去挖第二条路了 因为他要兜过去才能回家 另外呢 除了阻住了Cornell之外 他还在Yvonne的浴室那里 诶 弄了一条缝隙出来 不过Yvonne觉得 没问题 我拿个枪搭一搭 应该就没事的了 那Yvonne就去转身拿工具了 回到来 哇 大灾难了 条根竟然穿墙移入 Yvonne觉得 不行了 我要立刻开工 整理好它 而在地面 Mr.Norm就看着一棵新的植物 就在那里想 嗯,这棵是什么来的呢 本来他想问一下 马蚁Colect的 哎呀,不过Colect太忙了 要开新的路 这棵植物 日日不断地在那里成长 Yvonne越来越不开心了 因为今次已经是第三次 她要修理她的浴室了 而在田鼠一家 都发生了不开心的事 原本 他们是围团团 搞一个生日会的 但是当许圆圆 吹了蜡烛之后 那条根竟然伸了入来 啊,还有啊 很多蚂蚁想回家 但是因为这条根不断地在那里成长 它们又要不断地去挖身的路 搞到它们很累 这棵植物 日日夜夜地成长 最后Yvonne决定 不再装修了 因为它真的太累了 你看一下 现在的浴室 多暖 没得再用了 不过 田鼠都不好得多 因为那些根实在 破坏得太厉害了 所以它们就决定搬屋 而平时收起自己的 Polly 这条优孕仔 哎,它都要搬了 每个人都开始觉得不耐烦 无论地底还是地面 这棵植物 都带来空前的灾难 Yvonne的浴室 以后都用不了 而Mr.Nom更加要困在家里面 因为这棵植物顶着它对门 它都出不了你 你看一下 蚂蚁还要不断地在那里挖身的路 而还有田鼠一家 搬完又搬 搬完又搬 不行了 大家一定要做些事 然后在这个花园住的居民 就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 Yvonne就投诉 我的浴室不可以再用了 田鼠先生就说了 哎呀 我们下次还要搬去哪儿 蚂蚁都在哭 我们还没回到家 最后终于可以出到来的Mr.Nom 他就说了 喂真的不能再忍受了 开会之后 他们就决定 要将这棵植物砍掉它 每个人都有他们要做的事 Yvonne他最好就是拨土的了 所以他就打算要拨走这些根 而勤力的蚂蚁就决定要咬碎这些树叶 而还有牙尖尖的田鼠 他就决定咬断这棵植物 当田鼠先生准备咬第一口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有人在这里叫 等一等 哦原来是Little Jack Little Jack在哪儿 你见不见到 在这里 Little Jack很温柔地问大家 难道这棵植物真的这么坏? 你记不记得 其实他帮Mr.Nom的屋子挡了很多阳光 所以Mr.Nom的屋子才可以这么凉快又舒服 还有 田鼠它们又可以在这棵植物上 爬上爬下的玩 而蚂蚁也可以爬到这棵植物最高处 可以看完整个花园去计划自己的路线 不要忘记还有他的果实 果实 每个人都很惊讶 他们一望上去 发现原来是蕃茄 他们听到Jack说完之后 就决定 嗯 不如我们都是保留这棵植物 之后 他们慢慢 亦都懂得欣赏这棵植物 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写意的生活又回来了 Yvonne和田鼠一家做了好邻居 而Colette和他的蚂蚁领域 因为不断地开新路 你看看 他们的网络已经四通八达了 还有啊 他们可以继续爬到最高处 对于这个花园一难无畏 诶 诶 常常收起自己的Polly 亦都认识到新朋友 而在之后的春天 大家发现了一件很兴奋的事 就是有三粒种子 故事讲完啦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作者有一个讯息想告诉大家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觉得它是问题的时候 只要我们用另一个角度看 可能它的好处比坏处更多的 就好像故事里面 原本 这一棵 新来的植物 为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的东西 大家都很不开心啊 例如弄坏了Yvonne的浴室 又搞到他们没得再开派对了 甚至困了Mr Norm在屋里面 你看一下 是不是很麻烦啊 但是 但是 Little Jack 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原来这棵植物 为大家带来很多好处的 例如 蚂蚁可以在这里爬到最高那里 看得更远 又可以呢 帮Mr Norm的屋遮住太阳 让它没有更容易 而且还为大家带来食物 我们平时生活的时候 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对不对 我们试试 遇到问题的时候 除了不开心之外 其实呢 我们要学会 用另一个方法去看问题 例如 我们说回这个故事 首先呢 我们可以拿张纸 写了它的事件出来 就是 我们呢 不要将一个事件 变成问题先 就算是一个问题 我们写的时候 都要是 当它是一个 发生了的事 未是问题 那所以呢 instead of problem 我们叫它做 situation 是一件事件 是一个情况 是一个情况 故事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呢 不一定要写字的 我们可以画图画 故事呢 的情况就是 有一棵新的植物 它的根 弄坏了 家里 弄坏了 弄坏了 浴室 这个是事件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中间画一条线 跟着呢 这件事件 带来了些什么 令到你不开心 和呢 这件事件 怎样 会令到你开心 好了 第一件事 这棵新的植物 带来了些什么 不开心的事 小朋友 第一件 好了 看看先 好 好 好 它弄坏了 这条线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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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呢 哦 Yvonne那棵牆 出现了裂痕 这个呢 是她的浴室 花灑 然后呢 哇 无法开生日会 无法开生日会 无法开生日会了 还有啊 蚂蚁组织呢 整天都要 找新的楼 好累啊 喂 流汗流汗 蚂蚁 好了 但是呢 这些呢 就是问题 这些是令你不开心的事 但是 当LittleJack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 告诉大家 说了 你看看 他说什么 哦 原来呢 这棵植物 帮Mr Norm家 挡住了很多阳光 这些是灰色 这个是灰色 这个是影子 所以呢 Mr Norm家 是很舒服 很凉快的 cool 好了 第二件呢 哦 原来呢 田树呢 可以在棵植物那里 爬来爬去 爬来爬去 爬去 好开心的 老鼠 Happy 还有呢 又是这棵植物 蚂蚁呢 可以去到最高处 爬到最高那里 可以看得很远 你看看 可以看得很远 你看看 可以看得很远 看得很远 好远 好远 所有公园里面的东西 都给他们看到了 那他们就可以自己去设计 他们的地图了 他们设计自己的地图 好远 最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为他们带来食物 番茄 土豆 草 你看看 原本个个都只是觉得 这棵植物不好的 很差的 弄坏了的东西 又弄到我那么累 不过呢 原来你从第二个方向看 哎呀 原来它是那么好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 有很多例子都是这样的 依依就用一支筆去畫 你們可以用顏色筆 或者自己喜歡的毛顏色 其他物料去畫都可以 無所謂的 好了 例如我們有個situation 有件事發生了 令到你覺得是問題 就是什麼 媽咪或者爹地 假設是媽媽 媽媽 還有爸爸 爸爸 媽媽 他想我早點睡覺 要我快點睡覺 好 你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令我不開心 好 好像剛才這樣 這個情況 怎樣令你不開心 但是 其實 它又有好的地方 例如 不開心 第一件事 我不能繼續玩玩具 很累 我玩得很開心 然後爸爸媽媽叫我睡覺 但是我想繼續玩 所以很不開心 這是依依的玩具 那你畫回自己的玩具 哎呀 沒得玩了 沒得玩了 很慘 第二件事 我想看故事書 我想看故事書 我又看得很緊張 很想繼續看下去 哎呀 哎呀 但是又要睡覺 又沒有得看 還有呢 我想繼續玩iPad 的 我可能在看卡通片 又或者在玩遊戲 對的嘛 跟著又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問題來的 令到我真的很不開心 嗯 不過 我要想想 究竟早點睡覺有什麼好處先 啊 第一樣 就是我第二天起床 可以早點起床 可能我六點 已經起床了 哇 早過醫醫好多啊 醫醫六點半才起床的 那起床之後呢 還要是 好精神 哇 這個已經是第二樣東西了 你可以好早起床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你會好精神 眼睛呢 會變得好美 也都呢 笑容呢 也都會好美的 好開心 因為呢 精神好的時候呢 我們是特別容易開心的 第三樣呢 因為我很早起床嘛 所以呢 我昨天呢 不可以做的事呢 這些 哦 哦 哦 昨天 昨天 我不可以 昨天 我不可以做的事 因為我早起床很多時間 所以呢 我可以繼續做 第二樣 如果要上學的話 我可以早點出門口 早點出門口 就沒有那麼多人搭車 我就會很舒服 因為車裡面 只有很少人 我可以和媽媽一起 一起坐 忘了畫一張椅子 這張 我可以和媽媽一起坐 又不用那麼迫 還有第五樣 我回到學校 會早了 早了回學校 又可以和同學多點時間聊天 其實還有很多 你看看 原本令你不開心的事 其實都有好處 只要你畫了 一個笑的公仔出來 然後去想想 有什麼辦法 又或者本身這件事 會對我帶來什麼好處的話 慢慢你就會學會 每次遇到困難或難題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去想到解決方法 而且不會令自己 不會令自己再生氣 而且很容易會開心 今天依依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這個影片 還有訂閱 還有按小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